这个男人撕掉自己的内裤 用上面的皮筋做成弹弓 他开始涉及对面天台的女人 可动静实在太小 女人根本没有留意到 这里是市中心的一栋烂尾楼 男人已经被困整整七天了 这里不仅没水 没食物 没有电 就连个邻居都没有 哪怕下面就是喧嚣的大街 可他这里是35楼 不管怎么扯着嗓子喉 都没人听见 他尝试写求救信丢到楼下 可不是丢到天台 就是没人留意 绝望之下 他只好爬出阳台 想顺着栏杆一点点往下爬 可还没爬下五层 他才发现往下已经没有栏杆了 男人都绝望了 要不是信了那黑心中介的鬼话 自己哪里会落到这个地步 男人名叫小帅 几天前好不容易交了个女友 想着租个公寓搬出去一起住 因为身上积蓄不够 他找了个靠谱的中介 来到了这栋烂尾楼 对方说这里24小时供电 冰箱店是一应俱全 不过谁要看运气才来 但要是决定租下来 就免他一个月押金 小帅这一听 二话不说就交了钱 当晚就搬了进来 而看门的老大爷在睡觉 丝毫没有看到他 隔天小帅想着出门接女友 谁知刚走出门 手机忘拿了 他打开门锁回到屋内 结果要是插在门把上 突然一阵风吹过 门就直接关上了 不仅如此 门把手还断了 小帅拿来前子 想着扭开门锁 可这丝毫不顶用啊 他用了好几个方法 不管是踹门撞门 门就是打不开 他火速给开锁公司打电话 可刚要报地址 手机就没电了 他跑去充电 可刚想着开空调冷静冷静 哒的一声 跳闸了 配电箱还在门外 这下真的糟了 小帅拼命往门缝叫人 又跑去阳台一阵嘶吼 可这里是35层的烂尾楼 根本不会有人 也不可能从室外听到求救 晚上 小帅挥舞着一盏小红灯 但灯光实在太弱 指望有人看到是没戏的 此时食物也只剩一袋饼干 和一瓶水 可他不知道的是 这将会是剩下几天唯一的食物 到了第二天 小帅拿着小水调拍打护栏 拼命呼喊着看守人 无济于事的他 又尝试去开门 但哪怕是用杂的 这门都依旧不烂 被困烂尾楼的第三天 小帅把电视从35楼丢了下去 他的一声巨响 但在听收音机的门卫大爷 根本没有看见 被困的第五天 食物只剩半袋饼干 矿泉水也快要见底 他尝试用衣服摆出大大的help 但压根没人看见 他又用牙膏在纸板上写求救信 但纸板实在太轻 风一吹就掉在了房顶 眼见牙膏没了 小帅忍痛撕开结痂的伤疤 用血水制作求救信 这次纸板落到对面住户的阳台 小帅拼命喊叫 但无奈 他在35楼 女人压根就没有察觉 小帅又想出办法 他撕开内裤 用皮筋做成弹弓 每天都不停地向对面屋顶的女人处 射去石子 到了第十天 女人终于发现了求救信 他顺着信息来到烂尾楼 门卫大爷却说 自己在这住了两年 里面不可能有人 女人不放心 又自个儿进到大楼 可楼里实在是太阴森恐怖 女人害怕出事 走到半路就离开了 35楼的小帅绝望不已 他不停拍打房门 但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 晚上 小帅把床垫搬到阳台点燃 想着这么大的伙事 必定能与人注意 可自还没几秒 他就发现情况不对 要这样下去 救兵还没来 自己就会给烧死 他又急匆匆地灭掉火源 搞得自己一身黑 被困第十一天 饥饿难耐的小帅 已经神志不清 他张大嘴巴伸长舌头 拼命摇着水瓶 可里面一滴水都挤不出来 被逼无奈 他只好憋住呼吸 迫不得已喝下高浓度黄色液体 结果这一喝倒好 小帅直接吐了一上午 第二天终于下雨了 他趴到护兰拼了命地 用手接水喝 一点点喝还不过瘾 他又拿来水瓢接 为了后续的水源 他拆开马桶箱做漏斗 用冰箱当容器 接了整整一箱的雨水 完美 这下不愁喝的了 这个男人爬出阳台外 踩着栏杆慢慢往下爬 他所处的位置是35楼 万一脚底一滑 必定粉身碎骨 虽然男人怕得不行 但他已经被困着烂尾楼半个月了 这些天 他不是吃蚂蚁 就是喝尿液 好的时候也会杀只鸟来冲击 当他意识到没人救援 必须靠自己时 小帅发现 30楼以下的阳台 没有防盗网 要是能够爬过去 就能成功脱难 他开始每天用风扇液 一点点切割自家护栏 饿了就吃蚂蚁 渴了就喝雨水 渴几天切割下来 哪怕是用上火烤 护栏也才切了不到半毫米 储存的雨水也已经变质 再这样下去 自己还没逃出去 就会给渴死 绝望的小帅决定亲自上脚 他不停地踢踹护栏 一脚 两脚 三脚 啪的一声 护栏终于断了 他小心翼翼地爬出阳台 可到了30楼 那里已经没有防盗网和地板 小帅必须十分小心 他扯开皮带 当作安全绳 一点点地往下滑 脚碰到栏杆后 他紧紧扶住头上横梁 否则一个脚滑 迎接他的就是粉身碎骨 小帅顶着每一步的煎熬 终于踩着狭窄的墙缝 抵达30楼阳台外 他尝试开门 但门已给锁死 他又不停猛踹 期间还险些脚滑摔下去 终于 小帅踢开了门 他来到楼道 拖着虚弱的身子 一步步地走下一楼 终于 他成功自救了 出去前 门卫大爷看到了他 两人互相对视 但小帅却保持着沉默 他知道 就算自己说出来了 也已无济于事 他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可身体实在是太虚弱 没走几步 就晕了过去 小帅被送到医院 女友闻讯赶来见他 受尽委屈的小帅 整个人都快哭出来了 可这时 他看到女友手上的结婚手镯 这才明白 对方已经跟人跑了 他没有告诉对方 自己的遭遇 因为他明白 这改变不了什么 而要知道 小帅之所以 被困在35楼 就是因为 女友想要一套房 当小帅租到房 还没来得及 告诉女友 自己就被困在里头 近半个月 仰人分手后 小帅找了份新工作 他再次回到 那栋烂尾楼 当初困了自己的房子 已经装修好了 但阳台外 断裂的护栏 还在那里 而这里发生的故事 或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咕噜求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